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税率与应纳税所得的确定 那么对于教材的第二节 我们把应纳税所得的确定的具体规定 分散到第三四五六节进行讲解 那么这一节只介绍了税率和应纳税所得的其他规定 这跟大家要强调的 首先第一个支点是税率 那么税率中大家要注意 咱们的超额累金税率考试的时候会给 也就是说你不用记 比例税率考试的时候不给 咱们要把它记住 首先第一个综合所得 首先综合所得是最闲而言的 是对于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他的工资薪金劳报酬告酬特权省费 这属于综合所得 综合所得按年计算纳税 所以他是以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来设计了七级超额累金税率 那么这个税率考试的时候会给大家的 咱们不用记它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是我们刚刚说的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 劳报酬告酬特权省费 是综合所得 咱们支付单位在支付时 先预扣预缴 年度中了要做的汇算清缴 那每年的3月1号到6月3号 这个季节正好是对上一年的呢 综合所得做汇算清缴的季节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对于呢非居民个人 他没有综合所得的概念 他取得呢工资薪金 劳务高酬特权使用费的时候 应该呢按照年度税率表 也综合所得年度税率表 按月换算之后 就把它换算成月度税率表之后 计算的应大税额 这是呢第一个 第二个 经营所得 适用的是五级超额累金税率 他以全年应大所得额做依据 适用五级超累金税率 这是呢第二个 那么七级超累金税率表 和五级超累金税率表 考试的时候都会赔 这是第二 第三个 其他所得的呢 适用税率 对于其他所得适用税率 大家呢要注意 那么如果没有特别指明的话 就是20%的比例税率 那么也就是说 另外四个所得项目 像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 财产转让 偶然所得 适用20%的比例税率 这大家呢要注意的 我们来看呢 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适用5%到35%的 五级超累金税率 征收个税的有 那么是 经营所得 按五级超累金税率 征个税 那么首先A 个体工商后的 生产经营所得 算不算经营所得 算 B 合伙企业的 生产经营所得 算不算经营所得 算 C 个人独自企业的 生产经营所得 算不算 算 那么 下边对企业单位的 承包经营 承受经营所得 那么也属于呢 经营所得 它是呢 要求对这个 承受经营 承包经营的呢 这个所有权 它具有呢 它经营所得有所有权的 经营成果有所有权的 咱们属于承包经营 承受经营所得 按照经营所得 是用五级超类型序率 所以我们选答案 A B C D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呢 问题 是 序率的呢 问题 第二个 是英纳士索德额的规定 对于英纳士索德额 各个因素项目 它英纳士索德额中呢 它的扣主项目的规定 我们会在 各个项目 英纳士索德计算中 来做呢 详细的讲解 这个位置 咱们只介绍呢 它的一般的呢 情况 那么也就是 本节 只讲次数的确定 和英纳士索德额的 其他规定 那么后边 在英纳士的计算中 我们介绍呢 费用扣除标准 首先 对于呢 经营所得 和居民个人的呢 综合所得 咱们按年计证 而对于 非居民个人 取得的工资 薪金所得 咱们按月计证 其他所得 比如说 像呢 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 那么财产转案 所得 偶然所得 那么咱们呢 财产租赁所得 都是呢 按次计证 这是一个 对于非居民个人 取得的劳务报酬 搞酬 特权 省费所得 也是按次计证 这是呢 分清哪个按年计证 哪个按月计证 哪个按次计证 这是呢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呢 这个 你的按年计证的情形 咱们一道考题 2018年的单选题 个人取得下列所得 是用按年征收购税的 按年征收购税的 有经营所得 和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那我们来看一看 A 经营家庭旅馆 取得所得 这属于什么 经营所得 按年既能购税 B 将房产以年租方式 取得租金所得 你不管是年租 还是月租 咱们都应该呢 这个分摊到个月 那么以一个月 取得租金收入 为一次 按次征了财产 租赁所得的割税 所以它是按次征收 像C 转让房产取得所得 这叫财产转让所得 按次征收 像B 转让持有期满一年的 股票取得所得 那么对于股票转让 所以财产转让所得 如果要征割税 是按次征收 当然对于流通股转所得 咱们有免个数的规定 那么即使征 也是按次征收 所以呢 选项BCD 均是按次征收 只有选项A 是按年征收 我们选答案A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 哪些按次征 哪些按年征 哪些按月征 大家呢 先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那下边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呢 非居民个人 取得劳务报酬 报酬 特选使用费 他要按次 计证割税 那么怎么样来确定次数 首先第一个 属于一次性收入的 与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比如 我就给你做个咨询 那么 我一次收了两万块钱 那这时候 就是呢 以这一次 作为呢 一个次数来计证割税 如果呢 属于同一事项 连续取得收入的 比如 那么 那么某人呢 在这个歌厅里边唱歌 他一晚上去 那么给他200块钱 一个月呢 结一次 那这叫做同一事项 取得呢 连续取得收入 那么此时 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要注意 以一个月内取得收入做一次 那具体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劳务报酬 如果呢 一次性劳务报酬收入 以分月支付方式取得的 哎 你给他呢 这个 做 也得学生讲一门课 这一学期 有四个月 那么你一个月 给他付一次呢 课酬 这叫做 此时呢 咱们在复课轴的时候 是用同一事项 连续取得收入 以一个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那这是呢 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看 我请了一个外教 这一学期 给咱们学生上一门课 那么这一门课呢 这个四个月 每个月都上 那么我一个月 给他结一次课酬 那这时候 以一个月内取得收入为一次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以某项使用权的 一次转让 所取得收入为一次 比如说 某一个外籍个人 他有一个 这个专利权 他这个专利 让A公司用 那么转一次 让B公司用 转一次 让C公司用 再转一次 那么各收呢 这个使用费 那这叫几次 是叫一次 还是叫三次 叫三次 他是以某项使用权的 一次转让 所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那下边 那下边假设他让A 那么使用 那么告诉A呢 你给我分次负 我先给你的时候 你给我付30% 然后呢 你使用之后 那么付30% 你使用之后一年 给我付40% 那这时候 这叫做 这个如果这次转让取得收入 是分比支付的 则应该将各笔相加为一次 那么你这个 付30% 30% 40% 这三次支付 相加做一次 那么来计证隔税 应该将各笔收入 相加为一次的收入 计证隔税 这是呢 特许权 使用费所得 稿筹所得相对呢 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呢 稿筹 他这以每次出版发表 取得的收入呢 做一次 那这里边 他的具体规定是 如果同意作品 再版取得的所得 什么叫做再版 再版呢 你比如说 咱们网校注快税法 有英式指南 有经典体检 那么这个书 每年要不要再版 必须要再版 因为呢 他每年都是有了 更新的知识过来 然后咱们每年 还要干什么 还要呢 这个你更新率 必须要达到30% 那所以再版 他是有一个 更新率的要求 他叫再版 所以他是呢 咱们付出了 再一次劳动 因此 同一作品 再版取得的所得 是为另一次 搞筹所得 计证隔税 那么前一次出版 就要一次搞筹 这次再版 就要另一次搞筹 就分两次 那么下边 同一作品出版 发表后 因添加印数 而追加搞筹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哎 我这书卖的特别好 第一次印的不够卖 我接着再加印 这叫添加印数 那对于作者来讲 他又没有再次付出劳动 没有 只是呢 前边劳动成的 我再印刷一次 所以此时和前边 叫几次 叫一次 你要知道 这么规定的原因 那么英语 以前出版发表时 取得的搞筹 合并计算为一次 计证隔税 这也是呢 咱们添加印数 而出家的搞筹 是和前边合并为一次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同一作品 先当报刊上连载 再出版 或先出版 再在报刊上连载 比如说 哎 假设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比如说我先呢 每天在报纸上 那么 载一小段 载一千只 载一张 那么下边 我整个人 再集结出版一次 或者呢 我先出版 然后再连载 那这时候 实际上 两次搞成 也就是连载做一次 出版做另一次 这是呢 这个第三个 第四 同一作品 在报刊上连载 取得的收入 比如说 我这作品 那么连载 一天给搞筹 给二十块钱 那么一个月 给了六百块钱 那此时 我怎么算 我这个整个作品 完成 连载完成 是一百天 我给了 这个比如说两千块钱 比如这个作品 是二百天呢 连载完成了 那么这时候咱们做几次 这里边 大家要注意 它是以连载完成后 取得的 所有收入合并为一次 计争个税 注意第三个 所有收入合并为一次 计争个税的呢 归进 这是同一作品 在报刊上连载 取得收入的 那么合并为一次 第五一个 同一作品 在出版发表时 以预付搞筹 或分次支付搞筹的形式 那么取得搞筹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没出版呢 先给你百分之五十 出版之后 再给百分之五十 那此时 它实际上就是一部作品 所以应该合并计算为一次 这是呢 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 是在两处或两处以上 出版发表 或再版同一作品 取得的呢 搞筹所得 那这里边是什么 是两处或两处以上 出版发表 比如说 我在A杂志发表了一次 在B杂志发表一次 那么这算几次 算两次 也就是说 可分别各处取得搞筹所得 或再版所得 按分次所得 即正割税 就是搞筹所得 次数的计算 相对复杂一些 那么第二一类 是财产租赁 前边是什么 前边是咱们呢 这个劳报筹 搞筹 退权 省费所得 那么下边第二个 财产租赁 财产租赁 是以一个月内 取得的收入 做一次 比如说 我把房子租出去了 我一次性 收了五个月的租金 收六个月租金 那么你要把这几个月租金 分成了不同的月份 来做次数 交税 那这是第二个 第三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直接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 取得收入为一次 也就是负一次算一次 负一次算一次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 偶然所得 则是呢 以每次收入做一次 那么实际上 利息股息红利 还有偶然所得 它是非常好确定的 次数的 那这是呢 咱们的次数确定 你比如财产转让呢 当然转一次算一次 都很简单 那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 次数的确定 第二个 应纳税所得额 和费用扣度标准 我们在呢 应纳税额的计算中 来做讲解 我们来介绍 应纳税所得额 的其他规定 在其他规定中 我们强调这么几点 第一个 个人所得的形式 包括现金 实务 有价证券 和其他呢 经济利益 比如说 你将自己的房产 投资入股 你房子当时买的时候 100万 投资的时候 凭股价500万 那么你去投资入股 取得股权了 那这算不算你有所得 算 相当于你把 房屋给转出去了 转让收入500万 那么你当时的呢 成本是 这个100万 你的所得有400万 那么应该交个税 但是咱们后边会看到 以非货币 投资入股 可以分五年 来递严纳税 那这是呢 一个 这个人所得的形式 包括 现金实务 有价证券 下经济礼 第二个 对个人从事技术转让 提供劳务等过程中 发生的中介费 比如说 我呢 这个技术要转出去 我自己呢 这个找了一个中介 让他帮我呢 来扩大宣传 那这时候 如果我付的中介费 能提供有效合法凭证的 允许扣除 对能提供有效合法凭证的 允许扣除的规定 这是呢 咱们应纳税 所得额的 第二个呢 规定 第三个是公益捐赠支出 咱们教材中 把它放在两个地方讲的 一个是在教材的250页 另一个在教材的314页 到316页 我把它结合在一起来讲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 那么咱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没有超过 纳税申报的 应纳税所得额 30%的 一定要注意 企业所得税 不超过 会计利润 12%的 而个人所得税 则是不超过 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 准于在税前扣除 那么当然 有没有全额扣除的规定 有 比如说 向新冠肺炎疫情的捐赠 向个人捐赠的 北京 这个2022年的 冬奥会 冬采奥会 测试赛的呢 现金物资支出 有全额扣除规定 那么这是呢 有特殊规定 但是一般情况下 咱们是不超过 应纳税所得额的 30% 那对于呢 个人发生的 公益捐赠支出 在确定金额时 咱们来看一看 它的金额确定 第一个 你捐赠货币性资产的 比如说 我捐了5000块钱 那实际上按什么 按实际捐赠金额确定 你实际捐多少 按多少确定 第一个 第二个 捐赠股权房产的 注意 这是捐的什么 捐赠的是股权和房产 按照个人持股权房产的 财产原值确定 一定要注意 你捐 如果捐的是股权和房产 那么它和企业所得税不一样 企业所得税 是按照公允价值来确定的 但是在个人所得税中 你捐股权房产 则是按照个人持股权房产的 财产原值来确定 这一个 那么第三个 捐赠出股权 房产以外的其他非货品资产呢 那么则是按照非市场 非货品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 说明这是按什么 按公允价格来确定的 那这是咱们的个人发生 捐赠支出金额的确定 注意它捐股权房产 它的确定标准和企业所的税中 是不一样的 是按照财产原值确定的 那下边在2019年 个人所得税实行了 分类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之后 对于公益捐赠税前扣除呢 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个 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 那么在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中扣除的 因为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 都是按年计算的 所以它的扣除限额 是当年按一年的综合所得 当年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的30%来算 就是说按年应纳税所得额 来计算扣除限额 而在分类所得中扣除的 它的扣除限额 是当月分类所得 应纳税所得的30% 也就是说 你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 按年应纳税所得额的30%算 而分类所得则是按月 分类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30%算 扣除限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居民个人自行决定 在综合所得 分类所得 经营所得中 扣除公益捐赠支出的顺序 也就是说 你愿意先在综合所得中 还是分类所得中 还是经营所得中扣 你自己来决定 那我问大家 你决定标准是什么 决定标准肯定是 在哪个里边扣 抵税效果最明显 比如说我综合所得的税率 达到了45% 我可能就考虑 在综合所得中扣 如果我综合所得 就是个3% 而分类所得是20% 那我可能就考虑在哪扣 在分类所得中扣 这也是呢 咱们自行决定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都是你自己决定 但你在自己决定时 要考虑哪一个能做到 抵税效果最大化 这是呢 两个基本原则 那下边 如果咱们在综合所得中扣的 咱们综合所得 有很多税务 那这些税务中咱们处理 首先如果在工资 薪金所得中扣 可以在预扣 预缴市扣除 也可以在年度汇算 轻缴市扣 那么如果你在预扣 预缴市扣除的话 咱们应该按照 工资薪金的累计预扣法 来计算呢 它的扣除限额 也就是说按照 累计的应纳税所得额 长于30%来计算的扣除限额 而如果你在劳务报酬 搞酬 特权使用费中 来扣除的话 预扣预缴市不扣 只能统一在 汇算轻缴市扣除 这是一个 第二个其他情况 如果居民个人 取得权点奖 取得股权激励等等所得 那么这些所得按规定 你可以呢 是单独计税 不必用中科所得 那么这时候 你在呢 这个项目中扣的话 咱们公益捐赠支出 就比照分类所得 按照呢 咱们的月应纳税所得额 来计算呢 它的扣除限额 这是大家呢 要注意的 这是咱们的呢 综合所得如何扣 是工资清净 可以在预扣预缴市扣 那么可以在 汇算轻缴市扣 其他的则是在 汇算轻缴市扣 那么预扣预缴市 不能扣 这一个 下边第二个 分类所得中 如何扣呢 公益捐赠支出 你比如说 我有财产转让 有财产租赁 有利息股息红利 有偶然所得 那我怎么扣 可以在呢 捐赠当月取得的 分类所得中扣除 当月分类所得 应扣未扣的 公益捐赠支出 可以追捕扣除 也就是说 我可以当月 我也做了捐赠 我可以在呢 当月取得的 分类所得中扣 我当月没扣 怎么办 可以追捕扣 怎么样追捕扣 如果呢 扣掉优人已经代扣 我已经从你的所得中 代扣了个税 但尚未解交税款 也就是呢 以代扣 但是没有代缴呢 没交到税务局去呢 那此时 居民个人 可以向扣交业务人 提出追捕扣除申请 那么追捕扣除的话 咱们呢 他代扣的税款 就扣多了 所以呢 扣交业务人 要退还以扣的税款 这一个 第二个 扣交业务人 已经代扣 且解交税款了 他从咱们的所得中 扣了税款 而且交给税务局了 那怎么办 他有一个 要想呢 追捕扣除 就有个时间了 居民个人 可以在公益捐赠支付起 90日内 注意90的时间 提请扣交业务人 向征收税款的税务机关 办理更正申报 追捕呢 扣除 也就是说 你在90日内 可以更正申报 那么追捕扣除 这时候 税务机关和扣交业务人 应当呢 给予办理 一个 下边一个 如果居民个人 自行申报纳税的 也是呢 在公益捐赠支付起 90日内 向主管事务机关呢 办理更正申报 追捕扣除 那这是呢 他追捕扣除的问题 如果呢 居民个人捐赠当月 有多项多次分类所得 我既有财产组领 也有财产转让 也有偶然所得 那怎么办 应先在其中一项 一次分类所得中呢 来扣除 我已经在呢 分类所得中 扣除的呢 捐赠支付 不能在调整的呢 其他所得中来扣 也就是说 你选了一项之后 那么你在这个分类所得中扣了 那就不能呢 在别的地方再去扣了 那这是呢 咱们分类所得 下面在经营所得中 如何扣除呢 公益捐赠支付 那么首先 如果经营所得 采取合定征收方式的话 那注意 什么征收方式 合定征收方式 不扣除 公益捐赠支付 要注意 合定征收 贺税的呢 经营所得 不扣除 公益捐赠支付 下边 查账征收 可以呢 扣除公益捐赠支付 那么在扣除公益捐赠支付的时候 可以在预缴时 来扣除呢 公益捐赠支付 也可以在年度 汇算清缴时 扣除呢 捐赠支付 这在经营所得中 如果扣呢 公益捐赠支付 那么对于呢 个人 你要想扣 捐赠支付 需要保留 捐赠条据 留存期是五年 注意留存期五年的规定 这是呢 公益捐赠 税前扣除的规定 我们来看呢 2021年的 一道呢 多选题 这道题目是 下列关于 个体库 公益捐赠支付 税前扣除的表述 符合个税规定的由 哪个符合个税规定 A 可自行选择 按30%标准扣除 和全合扣除的 公益捐赠支付的 扣除顺序 那么可不可以自行选 当然可以自行选 但是我前面说过 只要呢 他没傻 就应该先扣哪个 先扣 那么30%是限额扣的 然后再扣呢 全合扣除的 捐赠支付 又全扣除的 不受限额限制 这就是选项A正确 选项B 发生的公益捐赠支付 可以在其经营所得中扣除 那么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选项C 应妥善留存 捐赠相关票据 至少五年 那么正确 那么选项D 只能选择 对年度经营所得 汇算青角式扣 那这是错的 对于呢 经营所得 可以在预角式扣除 也可以在汇算青角式扣 所以四个选项 是选项ABC正确 想递错误 这考呢 个体户 也就经营所得中 公益捐赠支付 扣除的呢 有关规定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第二节 税率与呢 咱们的应纳税所得的呢 有关规定 但是应纳税所得额的 主体内容 我们分散在 三四五六 这么四节中呢 进行讲授 第二节 我们就简单的 介绍一些 那么其他规定 对于呢 第二节 我就和大家 学习这么多 我可以认识 不是 我可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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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